第2场赛事 波仔继续和大家看五班千八米 这场马里首选11号的火天大友 不过在这个讲解深水马不知时 我们回到排位板上 右上角有一个赔率位置 我们按进去 现在是开了飞的时间 黄色最有几匹码的就是我选择的选择 即时给大家看 而拉下一点 有连赢位置Q的波率 第Q是11号 现在是6.3倍 用了底色的红色给大家看 而红色夹着那几区连赢位置Q是如何呢 就是我选择的码匹 假如你选择1,2,3,4 就在这几个框匹里面 会有连赢位置Q是 好处就是 方便给大家看到 你所选择的选择 连赢位的赔率 可以清晰的选择 即是你所选择的选择 连赢位置Q是否选择 好了 回到这一场的码匹时间 11号火天大友 选择首选 今场是33个上阵匹 而我们就来看看操练表 入到5.6个时间 虽然休息很久 但其实他没有什么放缓 拉斯还有一度拍跳 今次回足气 配合以往曾经和这一批 火天大友赢了两次的雷神去压阵 我觉得也挺有明确的心意 再看看上一场068的赛事片段 这一场都猜到它是慢步速 所以选择了奇风给大家参考 就算不到这一只财水 会霸掉了大楼宝 和赢心星的位置 好了 主要想看看火天大友 现在就在第五位位置 虽然好像比较跟前些 但其实也亏了慢步速 在后面的竞胀飞一样亏 但我当是醒目快驱 还有美的就是异性相级 之后这几只马都会提升名刺 而靓藤王最近跑得不止 才比较没 现在的蓝三 V舰那只就是火天大友 他在这个时间移出来中桌 慢慢追上来 他流于关速一点 所以是抱抱抱抱抱抱 但也追到第三 其实这场表现也算不错 没段时间到23秒28 中距离的马 算是最不错 他先来后上心星 和大楼宝区 但最后一路上升 跑第四 叫合格 刚才说过 今次偷回足器 用回女神 夜妈拍当 我心意 都是想交代 所以选择做首选 另外 维线最下 上次是初出 而我们看看 统计资料里面 跑谷槽1650 跑7次 只有第三 似乎不太厚 1800 他的谷槽 反而都赢过 拿到1.3Q 似乎 今次1800 会比较適合 河车多少 而且 上次看直路时间 看见潘顿 现在贴着内档 当时 他没有跟着 长江普照 拼出去 一路捐到里面 但其实前面 都重重围困 虽然赚了部速 但是 内能的场地 亦都比较难追 外面堅尼地 长江普照 那些要冲得比较顺 而1650 都是比较路短 回来 轻轻追回两步 我觉得这一场 热身的效用 极大 今次过来田祖长直路 配合大道之正 今天复出 金碧科上场 都是好彩绩马 看看 这一只维线最络 热身完之后 会不会到位 另外三四选 乘胜追击 虽然尺寸些 要考骑弃攻 但是近期 看到韦特 和陈嘉熙的合作都不错 又成利所言赢马 超能量跑 第四 根本被三只马去跑 都拿到两个win 今次五档 希望他组断 不要太落后 马依然是fit 但是 考骑不得奇功 所以摆回做配角 另外 第四选 就是在竞胀飞鸥 和帝后宝区之间 选择 始终选择 选择飞鸥 霍利时 近期的马 开始逐渐稳定 轮频频有马上名 赢马 你看到喷火龙奇珍 都跑得好 这只竞胀 其实上季 都曾经在四班里 用前令的跑法 走不利场地 是跑得近 而且 可能分率也有少反弹 懂得赢的 而且配率应该比 比较好 所以拖做配角 重复第二场 波仔的心水 11号火天大有 四楼围线最落 1号成圣追击 12号的竞胀飞鸥 第二场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而我们的免费时段 如果赛前就到这一场 如果你想看第三至十场 除了波仔的心水 和各匹马的广绩片段 不妨可以参考我们的修围计划 暂时 现在首100名价侦探家 每天都是$10 EA记得 这个优惠到$13 就会截止 手快有手马没有 亦都希望我们的经济Apps 赔率、赛职各方面 可以尽量在一个Apps里面 交代给你 方便大家跑马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